3月16日,全球最大家族邮轮企业MSC地中海邮轮旗下的MSC荣耀号正式在上海起航 据悉,这是中国全面恢复国际邮轮运输以来首个从中国大陆母港起航的国际邮轮品牌 记者注意到,近期中国多座城市陆续重启国际邮轮航线 多家国际邮轮品牌宣布加码布局中国市场,中国邮轮经济日渐火热 对此,中芯社记者连线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邱灵进行解读 邱灵认为,MSC荣耀号的中国大陆首行是以其为代表的国际邮轮企业对中国邮轮旅游市场的看好 我认为,地中海荣耀号的中国大陆首行是以MSC地中海邮轮公司为代表的国际邮轮企业对中国邮轮旅游市场持续向好的信心展露 早在2019年,地中海邮轮就曾宣布将该艘新交付的旗舰型邮轮投入到中国市场运营 这次的首行,即使地中海邮轮持续深耕中国邮轮旅游市场的承诺的体现 也是中国邮轮旅游市场对外开放和积极吸引国际邮轮品牌回归的一个直接信号 据悉,除MSC地中海邮轮公司外 另一大国际邮轮品牌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旗下的海洋光谱号 也将于今年4月重返上海 邱灵表示,国际邮轮的陆续回归进一步表明了中国邮轮市场是国际和国内相互联通的开放型互动型的市场 国际邮轮的陆续回归也进一步表明了 中国邮轮市场是国际和国内相互联通的开放型互动型的市场 数据显示,2023年的全球邮轮市场已经超过了2019年的水平 全球邮轮市场的火热必将延伸至亚太地区和中国 同时,中国邮轮旅游市场持续复苏的信号也已全部释放 从无松口国际邮轮港首航出发的航次也游客爆满 而且接下来它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所有航次的票价销售情况都非常火爆 邱灵表示,目前国内国际邮轮品牌都在加快布局中国市场 未来中国邮轮市场将保持一个积极的发展态势 从本土邮轮来看,爱达邮轮、招商围京邮轮、蓝梦等一批本土的邮轮 也正在加快布局,逐步走向了双船和多船运营模式 从访问港邮轮来看,众多的高端邮轮品牌也正在逐步重回中国市场 可以预见中国邮轮旅游市场的整体规模将不断扩大 随着中国旅游市场的需求转型升级 从长远来看,中国邮轮市场将保持一个积极的发展事态 未来有望重回全球第二,迈向全球第一大的邮轮市场